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瓷器也是曹兴成先生收藏的重点 这是他收藏的一件随带白瓷狮子 狮子蹲坐在莲花座上 短耳 立木 高鼻 大口 长胡须 棕毛短 呈树叶状 长长的尾巴紧贴在背部 造型与后来的狮子有明显的差别 这件白瓷狮子还是曹先生独具慧眼发现的一件珍宝 开始曹兴成先生一眼就看中了这件白瓷狮子 可有人却对狮子的真伪提出了意义 曹先生没敢收藏 事后他翻阅了大量资料 并对比了几件随唐白瓷真品 仔细研究之后 确信这件是真品 最后终于把它买了下来 中国著名陶瓷鉴定专家 耿宝昌到台湾见到这件瓷器 不但认定它是真品 而且还说它非常重要 工作人员打开包装盒 小心翼翼的取出一件 宋慈周瑶的黑幼梯花大品 瓷器表面刻出大朵蝉枝花卉 黑白分明形成强烈的反差 瓷周瑶在今天河北省瓷县 黑幼梯花工艺是瓷周瑶装饰工艺中的一种 工匠在瓷坯上涂一层化妆涂 再在外面施用 用刻刀在右面踢刻出图案 露出下面的化妆涂 形成浮雕效果 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是明代的撒兰波 胎体厚实 里面施白用 中间的双圆圈线内 有大明宣德年之款 外面天蓝色 右色晶莹 明暗相见 里面掩藏的斑点若隐若现 格外美丽 明家境云文植虎 是曹先生收藏的又一件真品 植虎六方形虎口 虎井细长 长远户 六方形高足 湖流和把手弯曲 像一位妙龄少女 婀娜多姿 亭亭玉立 植虎属于漆器 里面是铜胎 外面一层层堆砌 然后在漆面上 雕刻出花纹 异常精细美丽 湖的底部 有大明佳境年之六字款 大明佳境 在曹先生的收藏中 还有一件非常珍贵的 青乾隆玻璃胎化 发廊包覆瓶 包覆瓶形状像包覆 瓶口呈皱褶状 活脱脱一个微型包覆 包覆瓶用玻璃做胎 上面用发廊彩做画 中间画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 周围画祥云花卉 绘画出自宫廷画家之手 生动传神 奇特的是 乾隆年制的款制 不是书写在瓶的底部 而是书写在花垒中 玻璃胎化发廊器 非常稀有珍贵 曾是清朝的皇家御用品 那么 玻璃胎化发廊器物 为什么如此珍贵呢 这是因为 玻璃胎化发廊 烧制非常困难 玻璃和发廊柚的融点很接近 温度低了 发廊柚不能充分融化 颜色不佳 温度高了 胎体变形成了废瓶 可以说是百里飘衣 这件包覆瓶不但造型精美 色彩搭配和谐 烧制温度也恰到好处 是一件玻璃胎化发廊器艺术真品 有趣的是曹先生还告诉我们 包覆瓶是一对 一个汇凤 一个画龙 香港一家博物馆就收藏了一件画了龙的包覆瓶 他说 我们在他家里就可欣赏到另一件包覆瓶 就在我们感到好奇的时候 工作人员搬来一幅画 画的颜色已经发黄 中间是一件插着梅花的包覆瓶 瓶子上果然画了一条龙 画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件包覆瓶的模样 还让我们了解了它在宫中的用途 原来它们是被当作花瓶使用的 这是曹先生收藏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错金银尊 尊圆形有盖 上面有四只昂首的小兽做盖钮 腹部两侧各有一个环 作为拎首 下面有三足 器物周身用错金银工艺装饰精美的文饰 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这是两件表现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狩猎的木雕 碳十四测定证实年代为辽代 这位猎人身穿红色长袍 即绿色腰带 画着剑囊 一肩背弓箭 一肩扛着一只沉重的猎物 是狩猎海旋归来的情景 这位猎人的服装打扮与那一位相同 不同的是 他的肩上站着一只猎笋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很早就开始训养笋 笋也成为猎人打猎的得力助手 这件文物就是最好的见证 佛造像也是曹先生收藏的重点 这是曹先生刚刚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件 中国西藏地区的浮雕佛造像 佛造像的中间是一尊主佛 主佛盘坐在莲花座上 有一正两侧三个佛头 面容慈祥 周围还有四尊小佛和十种不同的动物 做工精湛 造型优美 是难得一见的佛教文物 我们问曹先生 收藏给他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他告诉我们 收藏给他带来的最大收获 是加深了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这其中的乐趣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从收藏家曹星成那里 我们得知台湾还有一位值得探访的收藏家 名叫石允文 经过一路寻访 我们急切的想知道 这位收藏家都有些什么宝贝 他本人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我们下期见